他叫高建珠是一个算不上好的警察 此时的他因为检查组即将到达警察局进行搜查 而从母亲的葬礼上赶回警局 半路上妹妹又打来电话 就得赶快回来主持葬礼 高建珠内心焦躁不已 两边的事都让他焦头烂额 于是一个分神他撞上路边的行人 刹车开门 高建珠赶忙下车查看 那个人却没了呼吸 怎么办呢 他可不想因为这个摊上麻烦 情急之下 高建珠将尸体运上了货卫箱 但不远处出现了一辆警车 眼看闪光灯越来越近 他躲在车后摒弃凝神 只见警车打了个拐弯开到别处去了 高建珠松了口气 开着载着尸体的车正被回警局 先处理他位置上的脏款 但没想到他还没到警局 又遇到了一个麻烦事 路口有警察查酒驾 好巧不巧 因为母亲的葬礼 高建珠是喝了两口出来的 为了逃过一劫 他亮出了警察身份 希望办案的同事可以网开一面 谁知道 因为推桑中 高建珠死活不让开后备箱 再加上核对身份时 警察数错了他的身份证尾数 高建珠直接被当成嫌犯 被一个电报电约了 他刚倒地 警局就传来消息 他真的是警察 职位还不小 等到高建珠醒来 挨了几个巴掌的小警察 只能看着高建珠的背景 或想满怨 俗话说一波三折 高建珠今天晚上还不能消停 等他赶到警局 检查组的已经从他位置上搜到了脏款 参与贪污的同事都十分不安 甚至有人提出 既然是在高建珠位置上搜到的 不如让他一个人负全责吧 高建珠当然不愿意 有钱大家一起分 出了事就让他一个人单着 看高建珠不愿意 又加上今天是他母亲的葬礼 同事们便纷纷告辞了 贪污的事可以先放一放 但是后备箱的那具尸体 可要先处理掉 怎么处理 才能让这具尸体消失于无形呢 看着灵堂上的母亲遗诏 高建珠蒙上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先是去外面买了一把气球 然后找到安置室管理员 提出想要再陪陪母亲 但是等到安置室门一关 高建珠就用气球 挡住了安置室的监控 然后按动开关 用早就布置好的电动玩具 将绑着尸带的绳子带进来 但没想到 恰恰因为玩具是电动的 在启动后 发出的声响 引来了安置室其他管理员的注意 他们富尔在门外听了一会儿 决定向监控室工作人员求救 但此时的监控已经被挡住了 工作人员决定 让有钥匙的管理层前去查看一番 而门内听到对话的高建珠 更加慌乱了 棺材已经被他打开了 尸体还在通风口 这一幕被看见 就不只是坐牢那么简单了 所以他赶紧加快了坐堵 使出全身力气 将尸带拽了出来 跟母亲的尸体放置在了一起 然后想多少将盖棺钉钉了回去 但显然太痛了 高建珠呲牙裂嘴地将皮鞋脱下 成功盖上了棺盖 又匆匆忙忙地 将通风口恢复到原样 做完这一切 高建珠满头大汗地坐在椅子上 门外响起了脚步声 但下一秒 棺材里响起了手机铃声 手机铃声 手机铃声 高建珠又跳了起来 想要把关盖打开 但明显来不及 妈妈 救救我吧 已经走投无路的他 只能求救于棺内的母亲 下一秒 闷开了 一切如常 高建珠一脸悲痛地坐在椅子上 管理员提醒他该走了 于是 高建珠就带着一脸悲伤地离开了 第二天 看着已经入土的棺材 高建珠总算放下了一件大事 而另一边 警局也传来好消息 检察组只是没收了那些钱 不打算处资自己了 现在大问题都处理好了 只剩下一些善后问题 比如那辆撞到人的车 高建珠挑了一个晴天 朝着了路边的警车 一个油门 成功磨灭了之前撞人留下的印记 到这里 一个警察撞人藏尸的故事就结束了 高建珠也好似什么都没发生 又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岗位上 但 真的这么简单吗 没这么简单 第一天回到岗位上的高建珠 就收获了一份惊喜 他知道自己撞的是谁了 是一个通缉犯 并且 他现在要跟同事一起去抓捕他 当然抓不到 因为他现在正跟高建珠的母亲 一起成名于地下 抓不到没关系 正好帮助这附近的民警 破获一下肇事逃一的案件 不用说 肯定是高建珠撞的那个案件 好巧不巧 肇事的那个路口 刚好有个监控摄像头 就这样 抓人未果的高建珠 又要去看自己的肇事监控 但好在老天眷顾他 每次都让他逃过一劫 监控摄像头因为年久失修 相思有些模糊 只能勉强看出车型 这让高建珠稍稍放了心 但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辛勤忐忑的高建珠回到警局 又接到一个举报电话 来人知道那个通缉犯在哪 还准确说出了高建珠母亲 下葬的那座山 难道自己那天晚上的所作所为 被人看见了 高建珠追追不安地试探着 想抵赖 但对面好像对他的所作所为 了如指掌 甚至还知道 他把肇事的那辆车拿去修了 这一下彻底瞒不住了 但就在周旋中 高建珠听到电话里传来的杂音 似乎就在警局附近 他追出去 但对方已经上了一辆出租车 高建珠驱车追出去 却被气弄了一番 气氛又不安的高建珠 只能回到警局 但从同事口中得知 已经找到通缉犯的手机 但是因为他的所在 有机站干扰 找不到确切的地点 这一下 让高建珠确定 对方并不知道 自己将尸体藏在哪里 还让他确定 对方也是个警察 要不怎么知道的这么详细 想明白了之后 高建珠决定对这件事 采取冷处理 对方再次打来电话 他直接全部挂掉 但没想到 这个举动惹怒了对方 直接冲进了警局 暴走了高建珠一顿 事后又洋装认错人了 因为对方确实是警察 名叫朴昌明 也是个算不上好的警察 高建珠怎么可能 忍得下这口气 他趁着朴昌明去厕所时 也潜了进去 却被他反过来 又暴走了一顿 威劫高建珠 尽快把尸体交出来 意识到两人 武力直上的悬殊 高建珠只能照错 翻越却目的 将尸带又挖了出来 但朴昌明这么在意尸体 说明尸体身上 肯定有什么重要的东西 不死心的高建珠 在尸体上翻找着 没等找到什么有用的信息 高建珠看到了尸体上的枪伤 这么说 人不是被撞死的 而是被枪打死的 为了查清楚真相 高建珠拿走了 尸体身边的手机 来到不远处通缉犯家中 将手机冲上电 马上就打进了一个手机 高建珠没有说话 对面很快意识到了不对劲 把电话挂掉了 这个人一定知道一些内幕 高建珠马上利用紧嘴里的资源 找到了手机号主人的所在地 驱车前往 很快 就靠同事发来的照片 找到了手机号主人 从他嘴里知道事情的真相 朴昌明在缉毒课时 靠调换毒品贩卖 和提供给名下的KTV发家 而这些赚来的钱 全部存在一个金库 通缉犯 就是跟朴昌明一起合伙的人 在朴昌明一次前去谈合作时 通缉犯将金库的钥匙偷走了 连带所有的毒品 而他有个习惯 会将重要的东西都带到身上 所以人多半是朴昌明杀的 是为了金库钥匙 知道这个秘密后 高建珠又回到墓地 想要找到钥匙 一番摸索后 他找到了一根包装完好的口红 男人身上怎么会有口红 正当高建珠打算打开口红 一看究竟是 一道强光照在了他身上 是他的同事崔警官 他猜到了赵氏陶医与高建珠有关 想跟着来一看究竟 看着地上的尸体 高建珠百口莫辩 那根口红也掉落在墓地 最后只能乖乖地被崔警官 靠到了车上 在一番思想挣扎后 崔警官又放开了高建珠 到底这么多年同事 虽然知道他犯的是赵氏陶医 加藏尸的大罪 还是不忍心将他绳之以法 看着嘴硬心软的崔警官 高建珠决定 将一切据实相告 但是刚开了个头 电话响了 是朴昌明 他威胁高建珠 不想连累崔警官 就现在下车 走到空地去 无奈 高建珠只能照做 但等他刚站顶 身后传来一声巨响 一个集装箱 重重地砸在自己 刚刚出来的车上 崔警官必死无疑 高建珠满眼通哄 朴昌明是个恶魔 自己不能再跟他妥协 于是再次面对他的威胁 高建珠决定去告发他 自己也会去自首的 自损一千 也要伤敌八百 更何况 人到底也不是他杀的 谁知电话那头的朴昌明 闻言也不气呢 好像在敲门 门开了 妹妹的声音传来了 哪位啊 哦 我是刚打过电话的 朴昌明警察 现在要我进去等吗 意思不言而喻 高建珠疯了事地飙车回家 等他回到家 还好还好 女儿妹妹都没事 但这次没事 下一次呢 高建珠知道 恶魔只能铲除 不能妥协 高建珠给女儿和妹妹 美夫订了旅游的票 将他们送走 然后又去警局领了子弹 搬手续时 旁边的炸弹也进了他的世界 面对恶魔 怎要多一点准备 晨光细微 高建珠将炸弹 装在尸袋里之后 就驾车前往约定好的地点 果不其然 朴昌明在他靠近时 就将他身上的枪搜出来了 然后才放心让他靠走 一通调侃之后 开着带着尸体的车 扬长而去 但没走多远 随着风的一声 车连人一起被炸进了旁边的湖里 高建珠唯恐朴昌明 没有被一击击中 连滚带爬的手在湖边 如果他还能游上来 就搏他两脚 但等了许久 后面都十分平静 朴昌明肯定已经没命了 高建珠以为 就这样 他终于可以安心地开车回去 准备过去跟女儿妹妹会合 但没想到 一开门 朴昌明正满脸带血地站在门外 不知幻觉 是活生生的朴昌明 他直接推开高建珠 如如无人致敬地上了个厕所 然后不等高建珠反应过来 几个拳头便落在了他脸上 身上 这下子高建珠彻底清醒 如果再这样下去 自己肯定会没命 恍惚间 他看到了衣柜下的枪 他伸手去够 但没等他够到 朴昌明已经将他从倒塌的衣柜下拽了成 高建珠用尽全身力气撞倒了 是他两个身量那么壮的朴昌明 然后躲进了卧室 反锁 推闯 挡门 但没用 朴昌明已经开始用刀 在门上画了个大洞 准备将手伸进来开门 高建珠扑过去 拽住他的手 拉 咬 吃 白 十八万物意都用上了 才勉强将朴昌明用绳子绑在门外 但这样子也不是回事 自己要怎么离开呢 高建珠看了看卧室 除了门以外的唯一出口 窗户 一眼看下去 头晕目逊 但别无他法了 高建珠慢慢攀附在窗檐 成功从窗户来到阳台 不等他从这么津津洞泡的攀拔中缓过神来 朴昌明已经用门力 拽断了绳子 如此一来 自己总以主动送上门呢 两人又扭打在一起 那把枪 于是 两人又开始在书柜下争夺枪 轰的一声 枪走火了 漫长的像过了一个世纪 高建珠才喘了口气 自己还活着 被打中的是嫖娼民 而另一边 警察已经从河里打捞起了那辆车 事情瞒不住了 高建珠将一切河盘拖出 但警局为了颜面 决定将这件事彻底抹去 也不追究高建珠的责任 但是 高建珠还是决定辞职 经过这么多事 自己已经没有办法再待在这个岗位 不过 韩国的法定职业那么多 高建珠觉得 重新开始也不是那么难 事情彻底了结后 他为母亲重新修起了一个墓地 这次是用水泥缝上的 就在他们祭拜过 决定离开时 高建珠却发现了 当初掉落的那只口红 是钥匙 金库钥匙 他把自己打扮得像一个小弟 提着一个牛皮带就去了金库 但没想到 一打开金库的门 高建珠就愣住了 人高的前山 丁尹也在这里加人而止 饿的尽头是什么呢 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能得到回报的永远是善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想表达对我们的支持 就给我们关注 点赞和转发吧 下期节目 我们不见不散 拜拜